各位,It's me,阿洋,我去了一趟大阪 一個長期把薩爾達傳說和魔物獵人當作是頻道主題的我來說呢 剛好這次是萌夯20週年 而且Lintintone Shop我也還沒去過 趁這次回台灣的機會,我要來去日本一趟 而我選定了這個地方 對我這個電玩迷來說,這可是朝聖的好地方啊 到底朝聖了些什麼呢? 就讓我來個Vlog,跟大家說說看吧 感化時間到,Let's check it out! 第一站,Lintintone Shop 大阪梅田 在這裡喔,大阪百貨的13樓 因為環境衣實在太大聲了 簡單介紹一下,這位是大狗 單身40年,遊戲歷40年 這趟旅行,我將要跟他一起探索聖地大阪 對於來這裡的一種朝聖之旅 就跟那種回教徒,他們要去朝聖是一樣的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聖 我們要抱持著前進的心情,然後來這個地方 那我們去準備,出發吧 來,一,Go! 誒,一路場,先洗手,對對對 抱持著一種近身的感覺 聖廟你要去參拜,然後先近身 沒錯,近身,就是一個朝聖的心情 然後拿著他的購物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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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嗨,這樣 然後我們準備出發 把東西都買來購物袋 其實來到這個林田東Shop,第一件產品呢 肯定是要買他們家T恤做經典的 不過一件日幣5500,可貴的就是了 我們就看到林克了,你看看 而且林克下面有超多飾品 我跟你講,全部都給我來一組 紅酒杯 然後這個應該不知道是什麼吊飾 超多的 管他,全部來一組啊 然後這邊還有鑰匙圈 我跟你講全買了 這個是... 那證件套啊 哦,證件套,皮包套 我身為薩爾達狂粉,我肯定狂買的啊 怎麼辦 這一個不便宜耶,這個啊 這個要4840塊 我覺得我會在這裡破產 我今天帶了10萬日幣來 來,我們一次花光 簽署一下什麼細婚買賣之類的啊 這領帶,我跟你講 來來來,你拿著 這領帶呢 價格也是4200,4000多塊 Ruby袋 這是裝Ruby的袋子 不錯耶 我覺得應該爆貴 這個轉蛋機你看 組合起來是一個把手 然後 這是那個美版的 好,轉了 這個我們很快的就每個人轉了個兩次 那最後我們兩個人有沒有湊滿呢 所以我們搞到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們兩個不是一模一樣的東西了嗎 是啊 你說你紅色十字 紅色十字 紅色選擇 啊,我也是啊 對,這個騙錢的別轉 可惡,一定有某個特別少讓你轉不到 可能你花大錢只會轉到一堆十字 嘿嘿 基本上呢,只要是薩爾達的東西 你畫面上看到我在那邊比來比去的 都全部被我丟到購物袋裡面了 很可怕啊,這個林丁東Shop 它有一種可怕的魔法力量 會榨乾你皮包的魔法 這是抱枕 後面還有把手喔 對啊,可以拿來防禦的喔 這超可愛的啊 它有兩種耶 回去就丟火爐啊 對啊,剛才回去哪裡串起來烤啊 這還用縮喔 你覺得這林克的臉好像有點變形嗎 這林克的臉變形就算了 但是問題是你看一下這個臉 這是公主的臉嗎 而且是短髮的喔 這臉也太平了吧 欸,長得超不像的耶 傻眼 剛剛那個大概是我唯一沒買的薩爾達產品吧 而我最推薦的產品是這個 動身的梨克外套或襯衫 穿上去那可是一個臭啊 度假必備裝備 但我忘了多少錢 在這個可怕的商店 你會對金錢感到麻痺 價值觀感到錯亂 超可怕 這店員幫我打包的時候 大概也是因為不怪了吧 我想 好,那我逛完我的Nintendo Shop了 所以總逛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千萬別來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只逛了Nintendo Shop 旁邊的Pokemon Center什麼都還沒去看 對,與其說是朝聖之旅 不如說是賣聖之旅吧 有結實的沒人要啊 好吧,那我們準備往下一個朝聖地點去了 第二站是這裡 同樣是到晚百貨13樓 這裡是Carcon Shop 每個Carcon Shop前面都會有個特殊產品 供大家拍照用的 而這間就是古大建 但是為什麼大扣在繞來繞去呢 這不是什麼奇怪的儀式啊 因為它放的位置是給左撇子的啊 怎麼拿,怎麼怪啊 欸,這個是雷狼龍寶寶 欸,它弄成這個圓圓的這樣好可愛喔 一個是雷狼龍 然後一個是火龍 然後另外一個是迅龍 它就是把最有名的三隻拿出來賣了吧 這個是被吸進去的感覺 欸,其實不是放這裡的 你要放得好就也放 欸,欸,欸,那時候被黃標你 我們這次來的時候 剛好是卡普空二十週年的時候嘛 所以它就有這個 黃黑龍 然後呢,這一隻就要三萬三 這麼大一盒 什麼時候才買得到 二十週年才買得到 欸,你們如果不用買的話就沒有囉 結果最後還是沒買 再不回去買 而這個Carcon Shop呢 當然不只萌夯的東西 還有許多卡表的其他IP 各位啊,退稅客才在五樓哦 所以你要來退稅的話 記得要來哦 不過呢,人地堂的東西是不給你退稅的 所以你今天這些剁手指、剁腳、剁乾的剋剩這些東西 全部都退不了 買了十幾萬的東西都不能退哦 所以推薦店 不要來囉 不用來囉 在五樓,但是你也不用來囉 我買了這個小破玩偶 哇小破啦 哎唷,他會說話 為了這次的萌夯二十週年 還特地跑了日本一趟朝聖啊 哦,對啊 萌夯這次二十週年有許多聯動活動 非常盛大了耶 那最喜歡的是哪個呢? 哦,其中有一個就是這款 微星MSI與魔物獵人聯動的 Monster Hunter Edition套裝吧 首先是MPG-Z790 Edge Monster Hunter Edition主機板 看看上面的火龍圖案 這是MSI特地使用火龍的鳞片 還有尖殼所打造的 最好是啊 這個散熱設計是使用火龍素材的話 那是圖片而已,觀眾會誤會吧 這樣即使被火龍的火球噴到也不怕 耐熱抗性很高的意思 而且這個主機板還搭載16加1再加1 供電像素有強大供電效率 不論全哪一顆CPU絕對都是綽綽有餘啊 我懂,搶走藥,無限耐義嘛 還擁有Gen5 PCIe SLA以及M.2插槽 以及20G Lighting USB 哎呦,這些高速信號傳送速度都是目前最快最頂 不再有任何的限制咩 欸,而且我跟大家說 我CPU直接買Core i9-14900KS 哇,可超頻版本CPU 就算是用了火龍殼的主機板也會過熱吧 哼哼,我們可不是只用一種素材啊 我們還有這個Meg Core Liquid E360 Monster Hunter Edition一體式水冷 有看到上面的火龍的圖案嗎? 欸,我好像知道什麼 先說水的部分是 火龍的黃翼,那能閃得啊 看看上面有配置3顆ARGB風扇 該不會說這個是火龍的 火龍的翼翅膀囉 火龍素材倒是挺物盡其用的 風力強要到面前猶如廢龍展翅 風壓嘛,強到把人吹倒 三項馬達幫普當震動力大幅降低 啊,這我黨耐震技能嘛 會變得很安靜,這叫做低調 那有高調的地方嗎? 有咧,使用MSI Center 控制轉速燈光特效 看是變色成為蒼火龍還是金火龍 金火龍,這都不是進化 是變性了吧 側面還有魔物獵人專屬的武器ICON 不知所措的時候 在水冷氣旁數之數之 最多一隻 嘿,你今天要用什麼武器就下落了 今天用什麼武器這可是世界難題啊 這難度堪比午餐要吃什麼那麼難 然後把他們全部裝在MPG Gondonier 300 Monster Hunter Edition 即可裡 這上面的圖案莫非是 沒錯,蒙夯最Top墊腳石魔物火龍又來啦 我懂,這叫刺拳甲 哎唷,好像沒說錯 我們看這個內裝強大的擴充能力 前方與上方都有預留80mm的空間 360mm的一體式水冷都可以一次裝兩個哦 風扇甚至能達到最大10個 這麼多那還不起飛啦 而且這看起來很亮啊 沒錯,三顆火龍紅玉大造成 哎唷,MSI這隻獵了不少火龍啊 這麼有型的萌夯DIY主機 這種滿滿的狩獵儀式感 各位獵人朋友們還等什麼 買了啦,哪次不買 第三站,新災橋的PACO 這個新災橋的PACO六樓 通通都是一些動漫產品 有蠟筆小心啦 鮮蛋超人 哥吉拉 龍貓等等 牛奶與蜜之地啊 根本是我們宅宅的天堂呢 來入卡普空 Store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這麼大的愛魯貓 然後呢,他穿的衣服 這個浮空龍的 Monster Hunter Sunbreak 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可能不多 這邊的卡普空 Shop的景點是生龍泉 這間店可以直接tax free 這裡的東西 比道安百貨那邊的卡普空 Shop的東西多一點 不過呢,這個20週年啊 好像也沒有很多經驗商品 比起Nintendo Shop的產品來說 是比較沒那麼讓你有購買慾望就是了 那我要大推哪個產品呢? 同伴愛魯貓的恢復藥水 再來當然是我們魔物模型囉 所以他這算是一個盲盒1650 對吧? 然後他這個盒子長這樣 他這個盒子裡面呢 他會有黑石金銀火 還有怨虎龍、絕音龍跟命怨龍 我問你啦,你最想要哪一隻? 他長起來就像這樣 我的話喔,我當然是絕音跟怨虎 我個人是絕音、怨虎 然後黑石龍都可以 我們等一下買完結完帳 馬上開 直接開 直接開 看誰運氣比較好 就組這一發 好不好,就一發 我跟你講啦,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啦 會中的人、想要的人 一發就中了啦 那我應該可以預見誰結果了 就是我拿到明淵龍 你拿到金銀火龍 那我跟各位說一個莫非定律 當你覺得這壞事有發生的可能 那麼它就一定會發生 第四站前往京都任天堂 這趟去的時候 本來預計剛剛好任天堂博物館四月開幕 結果根本沒開 這個我之後再同各位update一下啊 那竟然這樣都到京都了 推薦一下 先到錦市場去把肚子填飽 兩旁有綿圓不絕的小吃攤販 只有吃不下沒有吃不飽這回事 當然人潮也是多到誇張 擠到你大概還沒吃到人就被擠飽了 然後這邊有個錦天滿宮 記得來去拜一下 大推薦啊 除了去除厄運之外 因為你還要轉蛋嘛 轉哪是不轉 這必須祈求一點好運氣 再加上他們家的御守也是真的好看 由於剛好是櫻花祭 那當然就是 我們就這樣來到了清水寺 各位 是的 清水寺賞櫻花 我現在不小心衝到了一張胸 然後呢 他剛剛的翻譯意思是說 要相信海苔觀音 我不知道海苔觀音是什麼 不過我翻譯出來是這樣 我會受人憎恨的是真飛 所以我必須遵循天道 相信海苔觀音 不是海苔觀音啦 天都 淫乎啦 淫乎祈禱啦 淫乎祈禱啦 淫乎 一個淫乎 一個淫乎拆開 總之各位相信你的海苔觀音啦 記得把不好的厄運綁在神社裡面喔 當然啦 清水寺只是額外推薦 下面接續的二三年版 可以買買名產利入喝果子 我來第二次了 的確是日本最愛的地方 不過咧 都來到京都了 當然也推薦 去有千本鳥居的福建道合神社光光 現在這根柱子有沒有 創立百三十週年紀念 它是 就是花王 左邊有寫 花王諸事會社 所以它其實每根柱子都會有公司的名稱 我們來看看 千本鳥居裡面 我覺得呢 身為一個任屯 跟鎖狗 我們就是要找到任天堂跟鎖尼的 什麼大廠都盡量把它找出來 我們現在就開始找 這個千本鳥居後面有誰 人家是這樣子直走 我們現在這樣子倒著走 才有辦法看到耶 譬如什麼Hotel計畫啦 什麼大阪鄉裡自動車電洗手啊 千本鳥居的所有鳥居背後 都是有公司航號贊助的 因為是福建道合神社嘛 算是一個讓人賺錢的神社吧 於是我們就這樣倒著走 開始我們的尋找之旅 好密喔 欸這密到你想走出去都出不去耶 從旁邊都鑽不出去耶 對啊 我們找不到任天堂捐的那個鳥居 不是我們找不到 它太高走不完 時間來不及了 我們走不完 哇它那個千本鳥居 欸不得了耶 它是蓋一整座山耶 哇賽那怎麼可能走得完啊 整個稻河山 一整個山上全部都鳥居耶 哇賽誰受得了 有密集公民生的人 有可能會怕怕的 真的 OK以上就是我們找不到的藉口 京都這趟我們沒有任天堂博物館 我們還有這個地方玩芙樓 這是之前老任的工廠改造成的 五星級飯店 不過呢重點是 我在這邊遇到一個任粉妹子 我在這邊遇到一個妹子 來這邊 來這邊訂到玩芙樓 運氣真好 啊裡面你已經住了嗎 你已經進去看了 我已經入住了 裡面怎麼樣 超級好 我覺得這個錢花的紙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任天堂 你一個晚上多少錢 包了晚飯 然後還有明天早飯和中飯 那薑屍是日幣多少錢 八萬 一個晚上 嗯 哇挺貴的咧 對但是你很愛任天堂對不對 你很愛的話 那這個錢就花了很多 我是沒訂到 不然我就訂了 我只是死鴨子嘴硬 我根本住不起 後來這妹子還很詳細的跟我介紹 這個玩芙樓裡面有些什麼 所以第一棟 第二棟 第三棟 三棟以前是山內社長的房子 然後第四棟是那個倉庫 是裡面的人有介紹的 我先學先賣 想說哇你怎麼這麼知道 哎呀呀呀 你這個妹子不簡單啊 欸各位所以你懂了嗎 加入任屯 看看人家小姐姐多可愛 會打電動還是個任飯 還能住一碗八萬的玩芙樓 誰還當什麼說狗 任息就是好啊 這位小姐姐好像也是個微博博主 忘記留聯絡方式了 有誰知道的麻煩跟我說說嘿 第五站章魚商店 電玩歸電玩美食歸美食嘛 吃飽了補充體力才能繼續我們的電玩超盛之旅 這邊補充一間章魚燒店啊 就在剛剛說的牛奶與蜜之地的Paco 來大阪每天都是章魚燒 這家我覺得最好吃 絕對不是因為妹子最可愛 我們可是知識型頻道教學 來跟大家說說怎麼點餐 一口 どちらはおすすめ おすすめ就是叫她推薦就對了 順便可以聽聽妹子可愛的聲音 どちらはおすすめ 一番人口バター醬耶 一台これは 這個バター醬 ロゴたこ焼き 味道如何 どちらはおすすめですか 写真日本これなんですよ どれか一個 いいですよ これで終わり 1、2、3、2、3 ありがとう 點完了 順利的點完了 當你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就是跟他說おすすめ 他們就會非常為難 欸 又要推薦 欸 不知道推薦什麼 欸 這是點餐的其中一個技巧 這間店好吃 我們來評一個分 如果要給他分數的話 我大概給他一個 4.5顆星吧 可以 評價非常高 非常特別的一個章魚燒店 我覺得可以 這間章魚燒的特點 除了可以讓妹子店 おすすめ之外 是使用小章魚當內餡 外酥內卵非常鮮美 內餡幾乎達到入口即化的程度 而且有超多的口味可以選擇 加上還有類似腰腰帶的章魚燒 當然啦 好吃是一回事 真正吸引到我目光是有其他原因的 有名人的店 對吧 然後呢他有什麼英國首相強生 然後還有什麼奶木板四六的人 然後還有MI主廠 重點是這個 大人氣的youtuber都有來 是不是 身為一個youtuber 我怎麼可以不吃呢 嗯 大概就是這麼無聊的原因 但是只要你來吃 不敢說大人氣啦 但至少也是個youtuber 啊就是我啦 的推薦名店 再來是Universal Japan 環球影城 這裡面有最特殊的三站 但USJ這個是這樣喔 首先你要買門票 還要買快速通關 確保你能玩到 還有要買 任天東World保證入場 我們不介紹其他設施了 我們萌行迷必去的地方是什麼呢? 第六站 月城餐廳 位在園區裡面 就在侏羅紀公園那一區 易龍雲霄廢測那邊 現在有特殊活動到6月30號 可以吃到我們的萌行飯喔 好的 我們現在要來去點餐了 哇 你看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是它的那個貓飯 但是它的貓飯看起來超好吃 還有一堆餐具喔 好想買這些餐具回去喔 這邊就不能用我 教各位的 おつじめいお願いします 的大招了 直接上面都有餐點號碼 跟圖案 點上自己喜歡的餐點吧 然後你的餐點就會一直一直的 送到你的面前囉 好的 我們現在全部的餐點都上來了 我們讓大招來替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什麼餐呢 一都咖哩歐細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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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狩獵吧 這個套餐 這是A餐 那這個呢 阿貓南亞做的Bipju Bipju 料理長做的雞腿 有雞腿有這個馬鈴薯 烤肉這樣子 我們的甜點有 愛鹿貓的慕死 Pookie的布丁 冰皺龍 但是這個餐點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它有AR可以玩 所以我們拿手機出來 你要先掃這邊有個QR Code 你先掃進去 這個AR只要掃描它上面的卡片之後 會出現配樂還有音效 跟著他們貓主廚幫你做飯的動畫 每個餐點都不一樣 總共有三種 就是到他去看看 打破把餐點或合照 給你買一個月子 打破小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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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蛋糕則是一隻冰皺龍,會發出他的大絕招 Absolutely Zero 絕對零度 至於吃起來感覺如何呢? 好吃嗎?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擺得有點久,它有點乾掉 好,沒關係,換下一個,下一個 你先切起來看看 好硬 昊成有靈動之舌的你 究竟這個熱排吃起來是如何呢? 其實還不差啦,就是肉還是有點冷 乾掉了是不是? 乾掉了 好,那那個Sausage呢? 脆了啦,不過吃起來有點普通 馬鈴薯斷面秀 喔,煮得不錯喔 嗯,蠻通軟的 那這個是什麼?包子嗎? 斷面秀 愛魯媽,我長爪子被你斷的 裡面就是什麼也沒包耶 就是個普通的包子 桌上有點白 好的,雖然我拍了很多感想 但各位你知道我這個人,講話就自己吧 我不要得罪嘎表啊 這地方畢竟是遊樂園滿 所以這餐點各位,你懂的 就是那樣子喔 那這樣的餐點是幾多錢呢? 三個套餐,三個甜點,三杯回復藥飲料 透透一萬日幣吧 第七站,萌行,VR狩獵 主要就是全VR的狩獵體驗 因應20週年才重啟的活動 應該也是到6月底 可惜裡面不能拍啊 我們玩完了,Monster Hunter XR 這個真的是蠻好玩的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它就有真人表演秀 跟你講解一下一開始的劇情 這樣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教你一些資本知識 然後進去之後,帶上去之後 整個勝利其盡 然後你就開始走 那還有一個可以射上去 然後你整個人掉上去 阿絕你就手這樣,他就把你拉上去 在哪裡有叫出來啊 然後後面只有兩隻龍可以打 一隻是冰咒龍 冰咒龍還好 我們打一下而已 最主要還是打那個冰亞龍 然後我們幾個人,你可以在那邊拿兜 然後在那邊跳一直推啊 一直推啊 會累啊,還算蠻累的 我拿了太刀啊 我想說 我怎麼不能跟龍劍 你知道嗎? 我在那邊一直斬 一直斬 Rice玩太多想在那邊居合 對,想要居合 沒辦法居合 你打魔物也沒在擋的啊 我沒在擋 太刀擋什麼擋 太刀都是直接居合的 我還在擋欸 非常好玩 我覺得推薦程度 4.8顆星 那只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最大的缺點 太短 太短 一開始我們是想說 要背8公斤的裝備 然後想說玩25分鐘 不是很累嗎? 這個25分鐘包含他前面那個 就是小劇場 然後跟一些那個 就是穿裝備的 可能穿裝備的時間之類的 對,已經都含定去了 所以體感 體感10分鐘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真正帶著 然後你就跟著走 你要走路嘛 走,跟著走 然後跟著在那邊打怪 10分鐘 10到15分鐘應該有 好不好,新手 新手到老手都推薦了 啊,不過卡錶這名字 不是開玩笑喔 你買了USA門票進場 你還要另外花兩千日元才能玩喔 嘿嘿 第八站USA裡面的 Lintenton World 也就是我們這種 壬屯的 傳說中的牛奶與蜜之地 這個設計很故意的喔 先給你一個大水管 仿佛走入一個隧道 然後進到BG的城堡裝飾 再來一個蠻小的門 它這個門設計的故意很小 因為只要你一穿過整個隧道整個門 你的視野直接從小變成開闊 而且是直接變成一個馬利歐的世界 God damn 那些匯動的金幣、磚塊、食人花 根本就是夢之果 但是在這個可怕的地方 去藏著可怕的秘密 為什麼我是嘟嘟的秘密 對,他沒手錶啦 沒手錶啦 要有手錶啦 為什麼 你說你說給你說 為什麼我小姐有嘟嘟呢 因為你沒有課金 過了這個是這樣 首先我們要幹嘛 先買手錶對吧 然後就可以參加這些小遊戲 你就有資格可以去來玩這個小遊戲 你沒有手環的話 玩這些小遊戲都沒有意思 因為你拿不到鑰匙 你說說那個手環是多少錢的 四千九環呀 大概是台幣多少錢呢 大概是不是一千塊了吧 一千塊一千塊 是啊 所以你買了一個一千塊的手環呢 才有辦法在這邊玩這些小遊戲喔 然後玩了小遊戲之後 才有辦法去後面的 庫巴Jr的城堡 去挑戰庫巴Jr 對 這是個多空前的地方 好多可怕 首先請買USA的門票 對吧 再買Nintendo World的門票 對吧 然後呢 竟然你再買這個手環 一個本是摸三層皮 摸三層皮 摸三層皮 這轉翻了這個地方 好樣的耶 這好樣的耶 我覺得我來的都瘦了 我不來都不知道耶 所以是這樣的喔 雖然說呢 當我們移進來這個地方 看到那些小時候熟悉的場景 被如許如生的創造出來 忠實重現出馬利歐的世界觀 可以說是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但是呢 大家知道 我這個人是這樣嘛 我不怎麼看攻略 這樣才能體會到最真實的初始感動 結果這麼一個感動下來咧 就被老人扒了好幾層皮啊嘿嘿 當韌豚是不錯 但也要財力夠深厚才能當韌豚喔 最後我只做了耀西的車車 繞園區一圈 挺不錯的 缺點就是時間短了點 因為這個票券呢 我買的是五點路遠 而七點就要關門了 另一個庫巴城堡要去玩的時候 都關了 哭哭啊 不過呢 強烈建議待到晚上 晚上的Lintando World別有一番風味喔 第九站 大阪日本橋電器街 也就是俗稱電電街 你也可以說是大阪的秋葉原啦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了所謂的電器街 也就是大阪的秋葉原 俗稱是電電街 好我們看那邊 那邊其實有正確的名稱 日本橋金商店街 身為一個電玩迷的宅宅 我們來這邊朝聖 不可能不到Anime的地方 一定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有趣的吧 這個非常有名的峻河屋 現在這個地方啊 全部都是 中古超級冷冷天堂的遊戲 然後呢 我現在看到這個價格也是蠻嚇人的 比如說像這個什麼 Makeruna Makedo 418000 我來找一個最貴的 給大家看 這邊這個 奇奇怪界 它只有價格是13萬 懷舊遊戲啊 這叫做我們什麼設計 你知道嗎?遊戲不要丟 遊戲的話你忙完之後 你就把它收好 而且那個這個連包裝盒 什麼寶證書 什麼的那個說明書 什麼的全部都要收好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 合眾完美之類的 對這個發賣日是94年 過了30年之後你的 他收集的遊戲 有可能會變成房間 沒錯 讓我房間不少你 你想想你的遊戲是不是也不少 但是我大部分都是數位保 大部分都是數位保 以後買遊戲不要買數位版 買實體版 來我在這邊找到了 我以前最愛玩的遊戲 夢幻模擬戰 如果你要全收集的話 你看一片1800 我們就可以把它收集起來 這是五代 然後呢 喔這邊還有三代的 這個三代呢 目前是1600 超愛玩模擬模擬戰 這個其實它後面 做壞掉了 喔然後這個是 一二代吧 所以呢你就可以一次收完 一二三四 連四代也有喔 這邊 全部一到五代 全部收集完 年代真的太久了 可能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款遊戲是我小時候的最愛啊 這樣子我就可以一次收完五部了 要不要收呢 收喔哪次不收 好的我找到我的薩拉雜傳說了 Gameboy靠的版本 大地之章 目前的價格是10500 這可能是收藏的沒有很好 所以才才10500 住人三角力跟四人之間8500 但是這款呢 基本上應該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它是一個合集版 雖然說是電電街 有賣很多電器模型跟玩具 但我這個人是比較懷舊一點啦 不然這邊買個電器產品 可以趁日幣現在很低 加上還可以直接免稅 喔至少比我住的荷蘭便宜有到三成喔 這個地方算是大力推薦的好地方 這邊有那個任天檔的夾娃娃機 我們來看看日本的夾娃娃機 會不會破壞小孩子的夢想 我隨便夾一個 我想夾 下去 夾 至少它夾子會動 再一次喔 夾 欸中了我剛剛中兩個欸 中欸 我是跟你們說 日本的夾娃娃機 是絕對不會詐欺的 想要完成小孩子的夢想 就是靠這個 問題是我要夾兩個肌肉比套幹什麼 我不要肌肉比套啊 象徵我們的友情 好不好 象徵我們的友情 就只能一個皮肉比套喔 象徵我們的友情 這是我送給你們的禮物 OK 夾娃娃這種事情 不要說什麼台灣的要靠技術 就是個智商稅啊各位 要夾就到這個店店街來 嘿 絕對不會詐欺 就好比我們這個馬力歐大娃娃 戰利品 是不是 我們剛剛夾了大概幾次呢 差不多是一千五百塊吧 花了一千五百塊 我們就夾到了這個東西 值不值得呢 我們剛剛逛一逛 然後就看到旁邊有人在賣 這邊同一隻 這個價格呢 是一九八零 那我們只花了多少錢呢 我們只花了一千五 你看所以說日本的夾娃娃雞可以玩 這樣看到價格我們是開心一整天 開心一整天 開心一整天 男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啊 而這個店店街逛完之後 附近有個黑門市場 可以來這裡吃個海鮮 價格不是說貴 但也不便宜 但是吃是真的不錯吃 特別是現烤的扇貝喔 第十站 蒙航巴West 大阪濫坡 入口有點不起眼 而且是在四樓 大家MAP走到附近 要稍微找一下 因為還要坐電池上去喔 一進來會先送你個小禮物 一個是蒙航血魚乾 是可以吃的喔 你捨得吃嗎 還有一個是蒙航的魔物杯墊 但是呢 就是只做的 這不一下就破了嗎 卡錶啊 這邊有一套黑石龍衣服的套裝 在前面 然後再來呢 就是這裡了 一時間想不到 欸 天桂龍啦 天桂龍的裝 然後這邊還有個肉 可以讓你烤喔 就是這樣喔 然後你要配那個音效 但是它沒有音效 請不要把肉拿起來 這邊有一個飛龍刀 最大的飛龍刀 沒有 我跟你講 它那個肉不讓我狼起來 它那個肉只能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但是你這個可以拿 你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好小塊喔 我們之前都把餐點點好了 那究竟這個蒙航咖啡館的餐點 好不好吃咧 漢堡牌做成肉嘛 這我們家自己有做過耶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假的 是好吃對不對 回憶克服鹽王龍蛋蛋麵 很辣 然後黑色的迅龍梅子可樂 我這邊有特殊活動的海龍飲料 它裡面還特地放了個燈 好像很體現了海龍放電的感覺 至於我還有個黑黑的是 迅龍的Coway Brito 好不好吃鹹不爽光 外觀跟主題 的確是蠻有梗的 味道我直接講啊 海龍飲料就是喝起來 射出很多的蘇打水 迅龍尾巴就是個很冷的牛肉 Brito 鹽王龍蛋蛋麵 很入味還不錯吃 我最推薦的就這道了 但不管哪一道呢 分量都太少啦 塞塞牙縫都不夠啊 因為我們剛剛實在是太餓了 我覺得我們不夠吃 所以我們又多點了這兩份 這個是大怪鳥的炸雞 然後這個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這個應該是 這應該是假的啦 假的啦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吃 然後我們又點了一份 這個是烘龍尾巴 好像是雞爪喔 你可以吃吃看 我不是很敢吃幾下 哈哈哈哈 至於這個餐點呢 各位知道什麼是圖片詐欺吧 也是非常小份啊 嘿嘿 欸 不過老實說 這個大怪鳥極快 還有這個烘龍尾巴牛排 吃是還不錯吃啦 但是有點貴就是了 總共大家看到剛介紹的餐點呢 全部總額是一萬日幣 至於我推不推薦咧 好 這是個硬幣 只要搭乘你的guild card 你就可以clear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本硬幣 但是呢 我們不要在店裡面 我們出去講 這邊有一個guild card 工會卡 你把它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換到一枚硬幣 我想說 這也不是太難的事情嘛 你今天不是花了一萬塊日幣了嗎 它是這樣算的 吃一個食物就給你一點 喝一個飲料給你一點 然後你來電視數就給你一點 你要去不及買 然後你這個卡 才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 你才有辦法換到那一枚硬幣 坑錢啊 坑 坑爹呢 這是 stamp card 一千塊給你一點嘛 總共十點 然後我們今天十點就把它花掉了 我們花掉之後可以花掉什麼呢 它是一個萌夯酒廠的底座 然後你把它卡上去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立牌 那你想要立在哪裡 這樣子 這樣也算可以啦 很低的 這裡沒有一千 這個沒有喔 那五千塊才五點 才有這個立牌喔 不是說隨便想要有就有耶 那大家要不要來 大家就一下 自有心證 那後面這個牆 大家都會寫說 來這邊 然後寫一下他們自己的自我介紹牌 我覺得我也來寫一下好了 現在已經寫好了我的自我介紹文了 我這邊就叫做阿洋 阿洋 我把它貼在這個 樓盤的最這邊 啊 是不是 如果你們有來的話 記得看到我的話 跟我說一聲 這樣大家記得來找一下我的卡 找到之後 你跟我講 我送你一個禮物 送你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魷魚絲呢 超沒誠意的喔 好的親愛的各位朋友 這次的大阪電玩朝聖之旅就到這了 感謝你收看我的旅遊Vlog 以前我是幾乎一年去個一到兩次日本 從到荷蘭工作以後 這是我大概六七年後才再度來到日本 大阪京都這也是第二次來 比起東京來說 我比較喜歡大阪這個城市 不但有人情味一點 感覺也比較秋一點 特別是我住的那個飯店 不過這有機會再說吧 假如各位有喜歡的話 麻煩按個讚囉 那麼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